你说邹世民也有自己的一双战靴 是 是你把对儿子的亏欠 都弥补了回来 邹世民也把战靴带到了我们的现场 我们一块来看一看 来 有请 这是参加哪一场比赛的时候 16年年底 10月份 我穿的这一双鞋 夺得了我人生的第一块金钥带 我觉得孩子就是我上天给我的宝贝 我觉得他是带给我幸运的 所以说我把他们两个的名字 宣号都印在了我的左右脚上 是给爸爸一份幸运 跟着爸爸一起去争战赛场 每次我要上台之前 我穿上那个鞋带 然后再摸摸他们的这个名字 我就觉得那份力量就传递到我的拳头上 很幸运 然后我在赛场上赢得了那场比赛 我每次看到这双鞋 我都会很陷入沉思 我在想多年以后 他会不会因为爸爸曾经 为国家效力 觉得爸爸是很厉害的人 可能他们现在还小 还不能理解 爸爸曾经曾念过这么多的责任 但是我希望他们长大以后 会更理解 爸爸当时为什么这么忙 没办法陪他 但我觉得所有的亏欠背后 带给孩子成长的力量 会是更大的一个收获 对他们来说 对他们未来以后 未来没准是他们 找到他们心爱的人 然后他们要结婚的家 我说一直给他们 一直送一只 我觉得未来没准是他们有一个人 可以穿上这双战靴 像爸爸当年一样 但是要取决他们自己 他们只要愿意接过这双战靴 我一定是他最好的教练